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名婦人因为发烧和咳嗽 去到东区医院急证室通宵排队求医 直到天亮才被人发现在厕所暈倒 抢救后证实不折 这位女病人星期日晚上11点 已经去到急证室求诊 不过她一直等到第二天早上11点才见到医生 医生为她安排进一步检查 当时她的情况还是稳定 去到中午12点半至下午1点多 医院职员叫了她的名字两次都无回应 一直到下午4点半才有医护人员 在医院急证室的无障碍厕所中发现她暈倒 立即帮她做心肺复苏 而至下午近5点不治 阮方向家属致意深切慰问 并且在星期二和他们会面提供协助 又说非常关注这次事件 已经将事件通报医管局总办事处 稍后会转交死因裁判官跟进 这个被封锁的残刺就是日前东区医院一个女病人失去之觉 昏了在里面的残刺 我们星期二去到茶湾东区医院急证室视察案发的残刺 直到下午仍未解封 据了解有医护人员到场检查设施 我们亦都看了另一层同款的残刺 发现厕所里面虽然有一个红色的键 相信是紧急键 但就见不到任何告示或者使用说明 据了解那个紧急键按着之后 只会出现闪灯 不会有声响 彭虹昌说这个紧急键对于突然暈倒的病人很难发挥作用 因为病人已经没有意识禁制 建议医院可以在残刺加装感应器 假如病人在厕所里面长时间维持同一个姿势 就会向远方发出警报 又说因为轮后时间过长 部分病人等不及就离开 但职员都应该主动跟进病人的情况 认为有需要检讨现行的指引 轻轻转过弯 想不到就直击躲一摸 撞完电单车 车门夹着个人 还跑得这么快 因为车是疑似独品快餐车里 试完星期二上周 有货车司机在屯亡梁景村 发现一架私家车刑跡可疑 警方接报后追捷 追到VCity后 上前折查私家车的时候 就发生大家见到的离物了 一个便衣警行动中手脚拆箱 调查不够半天后 警方拘捕一个34岁性业的男司机 涉嫌狂乱駕駛而伤人 襲警和阻差办公 案件交由屯门警区刑事偵辑第五对跟进 戴着62部iPhone行IFC 应该都挺引人注目 有个大学生星期一 在中环国际金融中心的苹果专卖店 买了很多部紫色的iPhone14 Pro Max 期间被警员折查 在他身上发现62部iPhone 总值大约60万 还有一张 懷疑属于其他人的内地提款卡 和一个配有新缩接刀的锁匙扣 他涉嫌导舍和藏友攻击性武器被扣查 消息指那个男人姓陈 21岁 是中文大学学生 他了解是在Carol舍受到招募 去储存贵拿走那张提款卡 再去专卖店买电话 每部收取三十多元报酬 估计可以获利大约2000元 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 星期二结束访港行程 他下午4点多抵达香港机场准备回北京 他没有回应到记者提问 只是微笑揮手 访港行程最后一天 他先后到访三间教育机构 第一站先去香港大学 早早11点多去到 港大工程学院谭评分创科液参观 他大约12点去到校长御所 和港大校长张祥见面 期间听取大学发展蓝图的介绍 逗留到下午1点多 之后就出发去下一站 车队在下午2点 来到位于小西湾的中华基金中学 夏宝龙在车上也不妨向记者打招呼 他在这里逗留了大约半个小时 然后在大约3点多 来到红磡码头充观立小学自策 大约4点钟离开 特首李家超在小学送别夏宝龙 他向传媒说夏宝龙向全港市民问候 并且提出了六个相信 另外楼下深刻印仰的 是夏主任提出的六个相信 相信特区政府及管治团队 一定能够担起自理香港的主体责任 相信爱国爱港力量一定会全心全意 支持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依法施政 相信司法界一定能够担起维护国家安全 捍卫香港法治的使命 相信香港是孕育机遇和财富的热土和天堂 繁榮稳定的香港对大家最有利 相信香港是居民共同家园 每个人都会为维护香港的和谐稳定 出一分力作一分贡献 相信青年必将担起对家庭 对香港对国家的责任 李家超又说夏宝龙今次访港 和各界代表都有会面 包括青年学生 充分体现了中央对今次行情的重视 各位拿了消费券没有呢? 八特通星期二和下星期二 透过八特通APP和港铁APP 合共送出10万张面值10元的电子消费券 先到先得 我们记者马上试一下拿一次 首先开八特通APP 按主页下面好上嘟 按港铁车站商店10元电子验金券 按立即下载和立即使用 之后你会收到一条推广码 复制那条推广码之后 再按前往商户网页或者应用程式 就会自动开港铁APP 这个时候就会叫你注册 我们记者注册完之后 发现那个APP是不会自动回到推广码那页 而回到八特通APP出现了二大领取上限的讯息 经过一轮研究 原来要在八特通APP好上嘟那页 按礼物icon 按以用及过期 按港铁车站商店10元电子现金券 再次展示优惠券 再按前往商户网页或者应用程式 今次终于可以入曲了 成功拿到10元现金券 唉,为了那10元不想搞到那么复杂的话 就记得预先下载八特通APP和港铁APP 还要注册成港铁APP会员才行